这是上千元的乐高工程旗舰也没有的平衡量式悬架系统 关键整个车体甚至还可以像这样展开 或者收回 另外还有尾板升降 吊机旋转 吊机升降 吊钩收放 舱门开河等等一大堆的功能玩法 这就是42180火星载人探测车 也是去年我们发过评测的超好玩的42181重型太空货运船的同系列套装 那么通过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和成品表现 这里是升降尾板的联动结构 手动动力从右侧齿轮旋钮进入 通过一枚窝杆驱动一枚20次齿轮 然后通过4比4的齿轮组向左右两侧传输 并带动平行四边形连杆 那因为涡轮窝杆机构的动力单向传输的特点 整个尾板在升降的全程都是具有承载能力的 这辆探测车的两组后桥采用了比较少见的平衡粮式悬架结构 当其中一个轮子遇到障碍抬升的时候 压力会通过上面的一个翘翘板结构传递给另一个轮子 不过设计师并没有在这里加入避震零件 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简化版的设计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也是使用了门式车桥 一提高探测车的通过性能 不过在车桥零件中间放齿轮的位置这里 设计师并没有设计齿轮 当然也就没有差速器 还有发动机联动等其他相关的设计 所以呢应该也是为了给玩家自行改装留下更多的空间 前悬架同样采用了整体桥悬架 手动转向动力从车顶下来以后 通过一组4比4的齿轮组到达这枚蓝色的转向齿轮 并通过转向拉杆带动车轮转向 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车子的底盘主体 是分成了前后两个大模块 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18942尺条零件作为滑动导柜 另外通过两枚12尺齿轮和两枚16尺齿轮 对阻尼进行调节 在车尾左侧 可以看到吊机旋转呢 是使用了一枚28尺小转盘 通过手动动力进来以后的12尺齿轮驱动 而吊机升降的动力则是来自侧边的齿轮旋 通过一组12比12的齿轮组驱动小推杆 控制吊机的升降 那两节吊臂的旋转点都是使用了非常简单的磨擦销方案 另外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手动脚盘结构 好啦那么大概用了七八个小时 这辆载人探测车就完成了 最终拼好的成品在展开的情况下长度达到了50厘米 而如果收起来的话 那么大概是有34厘米 这辆探测车并没有具体的实物原型 而是以NASA火星探测概念车为设计灵感 并进行二次创作的一款作品 除了中部的橙色成员舱 其他地方呢并没有使用太多的科技面板 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抽象的 在驾驶舱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主副驾驶座 还有使用蓝色透明零件搭建出来的仪表盘 并且这枚仪表盘呢也是使用的印刷件 在驾驶舱后面的橙色座舱外面 我们可以看到卫星天线 以及一些可能是压力罐之类的外挂装置 那再往后呢就是载货平台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吊机以外 还有一些可能是燃料罐 矿箱 信号标 燃料电池 还有一辆无人小车等等这些火星勘探的工具和设备 那功能方面 首先是车辆的行驶和转向 因为是静态版也没有任何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联动 所以推行起来呢肯定是非常顺畅的 另外通过车顶的转向齿轮旋钮 转向呢也是非常的灵活 那由于评测过程中讲解过的悬架结构 整个车子呢确实在成品阶段也是具有非常不错的扭摇幅度 越野通过性能应该也是不错的 只不过对于静态版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其他功能方面包括整个驾驶舱可以向前打开 中间的成员舱可以向两侧打开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掀起来的尾门 成员舱里面可以看到座椅 柜子 跑步机 以及还有可能是马桶等等这些小细节 旋转车尾右侧的齿轮旋钮 那么就可以通过尾板来装卸物资啦 另外还有吊机旋转 吊机升降 脚盘收放 这些功能测试下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在车身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各有一个黄色的模块 把它拔下来 那么也就可以把整个车子收起来了 对应的 我们需要先把在货平台这里的物资围栏折叠起来 最后呢 再把黄色的模块插回去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操作 所以看到这里 大家也感觉到了 这确实是一款比较偏向于下地可玩性的科技组套装 另外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侧重于功能的数量 除了悬架设计相对来说比较新颖 那其他的功能呢 都还是非常简单的 整体上是一款比较适合入门玩家的套装 好了 那最后看一下包装 彩合正面是一个火星勘探场景图 年龄定位11岁以上 彩合背面呢 则是大量的功能图示 打开包装 1599片零件 一共是分成了13个大步骤分包 除了像这样的一张贴纸 那拼打手册呢 是装在牛皮纸袋子里 一共有418部 不均3.8个零件 手册末尾做了两页的彩图 不过呢 基本上就是把彩合的正面和背面 拿来再用了一次 另外还有一张Space系列 所有套装的集合展示 好了 那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